老花一美日一达 回答一下出门的仰望问题 第一个对我说 你看我这个从广上买回来 一个多月了 咋回事 需不需要洗根换土 这是买的啥 字子花吗 嘿嘿嘿 你一讲到这种问题 我就想笑 不是笑话你 就是很无奈 很无语的去笑 我说过你养字子花 还是榕树也好 茉莉也好 就什么花也好 你不买土可以 你用沙土行吗 算我求你了 用沙土 你要是稍微有点钱 拿着掺点椰康 沙子掺椰康 你要是再有点钱呢 你就直接买老花叶的土 你用这碗大泥把它长不好 这土不行 你就是 你现在把这本花搬给我 你不让我换土 不让我干啥 让我去养 我也养不好 明白了吗 因为植物根系 你想要的生长 就是第一点就是透气 首先这个就不透气 第二个略干 你天天浇水 你这两点 你一点不具体 它能行吗 肯定不行 很无奈啊臭宝 天天说天天不听 现在怎么办 现在拿出去尽量的晒晒太阳 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盆子稍微垫高一些 下个皱宝 墨里生了红蜘蛛 给足光照啊 水大缺光通通刹呀 得给足光照啊 花友啊 墨里洗光啊 没光照谁也养不好 前期的红蜘蛛 是因为气温干燥 现在红蜘蛛好了 好了你得出去正常 晒太阳去了 好吧 有点条件的话 用点反飞水会更好 下个皱宝说 我种的草莓开花了 种草莓开花开花呗 零点粉冲走了没事 你放那个网 但是你需要人工受粉的 你们那个苗眼的 那个叫啥 那些小毛笔类似的 你实在不行 就弄个棉签 几个花稍微来回蘸一蘸就行了 别很暴力了就好 好吧 需要人工受粉 长得有点瘦啊 这位花友 该撕点肥了 这个时候 用点粉肥更好 剪出来的草莓更香 下个皱宝说 罗汉松够阳光 叶子干 请教一下 够阳光的话 是积水欧根 有点 得修剪 一话没说 你真的要玩盆景的话 你最好是先从便宜的 肉手练 你想那些个长得快的 黄羊类似的这一类 先练手 像罗汉松 它也是比较好养 你看他们养盆景的 一般都用那种浅盆 很广 你发现了吗 它透气性会很好 很少会用这种盆 就是用这种盆的话 他们种盆景的 它浇水也会控制一下 他们用那种浅盆 基本上一天浇两回 或者天天浇 你用这种盆的话 浇水多了 它就容易烂根 一烂根就上面枝条 就开始出现死 现在能做的 就把干枯的枝条剪掉 别影响美观就行了 下回注意控水 表面的土挖出来一些 盆子垫高点 该施肥的施肥 下个周宝说 海棠吃长叶子不长花 不当季节 还有点缺肥 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露出来表面的根鞋 盆子垫高两厘米 适当的用点肥料 你说这些个花友 你有问题了 你就跑来问 你没事 如你看俩视频 亏着你了 又没给你要钱 下个周宝说 你看火鹤 这几个叶子出现这样的斑 这晒伤 减了就行了 这个不喜欢暴晒 浇水还是干了浇 适当的来点肥料 好了 起来养问题的 周宝视频下留言 我的老花一 这样一白了周宝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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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